大家好 我是菲莉老师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半波湿的一个技法 西圈的半波湿技法 它可以编成一个支带 它可以做在手链或者是链链的部分 链条的部分来使用 那我们先取一个闭合的1乘6的环 我们这个技法 我们今天示范就以1乘6的环来做示范 先开在确实的闭合 之后再开一个环 由外往内勾住这个第一个环 闭合的第一个环 让第二个环感觉在第一个环的上面 左侧像一个入 第一个环比较接近左侧 但是这个第二个环它是比较内缩一点点 感觉就是像一个入 不明显 这样子入 初入的入 这样子 右侧比较低 左侧比较低 右侧比较高 第二个环比较低 第一个环比较高 好 那套入毛根 那套入毛根之后 你要确实注意一下 就是这两个环的位置有没有跑掉 好 我们还是第一个环在上 而且它比较外 比较接近左侧 那第二个环它比较接近右侧 那内缩 内缩一点点 好 看起来就像一个入 出入的入 这样子 像一个横放的出入的入 左侧是闭合的 右侧是开的 那接下来每个动作都一样 由外面的先做 先勾 第一个环 外面的环先勾 勾了之后 我们直接平放 握在我们的 就是用手指 稍微把它压住 然后再去 第四个环 勾住 内侧的 前一段的内侧的环 再把第三个环 等于是这一段的第一个环 放进来 那放进来的同时 你注意一下 它是要这样子 有一点点凸向左侧 如果你这个手松掉了 结果你放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它是平顺的 那样就是错的 方向不对 你就要把它放开来 把这个环再稍微转一下 刚才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把它 翻一下面 你再放进来的时候 觉得它有凸出来的 这样就对了 闭合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 第一个环 往右手边翻 往我的工具的方向 套过来 透过这个夹住的这个环 翻到它的旁边来 这一面 好 再把这两个打开 又是第二个入出现了 有没有 第二个入 所以 这个半波式的这个计法 都一样重复 就是 开一个环 勾前一段的最后一个 外侧的环 闭合之后 平放 直接放在手上 再加第二个环 勾内侧的这个环 把第一个环放进来 这样子方向不对 好 我们就把它 稍微的再打开来 把它放掉 往一个方向去勾它 进来 它有凸出来 这样就对了 把这个环 闭合起来 第一个环 套过第二个环 到工具的这一侧 打开来 好 那持续这样的编制的话 就可以完成一个 半波式的织带 像这样子 那如果你放下来 拿起来要在编制的时候 像这样放下来 拿起来要在编制的时候 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方向 好 我们先找出我们的那个入 这个入 有没有很明显的入 它是这样的入 那我们就这个地方 也要把它卡卡的 才会有一个入的形状 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 拿这样的方向来做编制 好 这比较不明显 那我们 拿这个来看的话 因为我已经把毛根取下来 然后你更重要 要去检查你的编制的方向 好 那像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一面来看的话 它找不到入 入 入是朝那个方向 有没有 好 这样子 就是 入 入 一个入 出入的入 好 那你就是要拿这样子的方向来做编制 这样子 这两个打开来 这样 开始勾 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半波斯式的技法 我是菲利老师 下回见